對這樣的無良業者也呼籲說 不要再隨便亂倒圖了 穿著黑色大外套現身 高雄市議員黃捷 在競選連任期間 忙得體重往下修 高票連任後 纖細身材不變 卻遭到不肖業者倒圖 莫名成了減重商品代言人 民眾跟我們反映說 是不是我有代言減肥的產品 把我在選舉過程當中的 一則新聞的畫面拿去使用 然後說我是吃了 他們的減肥產品 然後一週內建銷售了10公斤 那聽起來當然是蠻離奇的 瘦身的過程 其實真的是選舉期間自然而然 臉書PO文呼籲強調假的假的 曾接受採訪的新聞片段 比較黃捷體重減輕典型變化 成了不肖業者倒圖廣告題材 看起來不太不切實際 本來他們就不是以這種目的來 就是放出這些照片的 沒有經過當事人的同意也不太好 黃捷遭到倒圖 已經不是第一次 曾經和苗栗縣議員曾文學和民進黨立委賴品瑜 三人大玩cosplay辦起時下熱門動漫人物還原度超高 同一張照片遭國外動漫活動盜用 直接變成宣傳代言廣告 也曾遇到不當網站倒圖 在換聯事件中同樣不姑息黃捷全部選擇提告 如今連拼選戰體重減輕都遭不肖業者道圖宣傳 黃捷表明已經進行搜證不排除訴諸法律行動 三地區連關注翁玉文高雄報導 《車棒》 橫版ン